你不是上演音乐学院吗 对 怎么想到就是后来当演员 有时候命运很奇怪 它就是来得很突然 看你接不接得住 你以后会继续走演员 我其实加入这之前 就有走演员 所以我也在想 就是到底是往哪方面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 舞台确实很少 其实像我们这种 就是在舞台上面 才会更加地 展现自己最大的魅力 你们现在对外的形象 是你们自己内心的自己吗 就我们就是这样 就是镜头前是啥样 镜头后面还是啥样 只做自己 对 就是有啥就说啥 所以他们就说 我们是什么来着 最欠收拾的那个女孩 互快控制女孩 对 那习惯吗 就是说做了这个行业 其实就是这种孤独 就每天重复做一样的事情 对吧 然后呢 就是也见不到其他人 你也不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能熬四头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站上那种舞台 全靠换星 其实最大的这种 未知感是来自于 我根本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能出来 对 这种就是 有很多的演员 很多的艺人 坚持不下去就是 我不想干了 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出来 对 说不定你下一部剧 就会火 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自己就是前提是 你不知道这些东西 对 很多年前都是 艺人熬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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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这个圈里面口碑 魔力出来了以后 才会被大家认可 现在不是 就可能你接到适合的角色 或者适合的怎么样 一下子 一下子就出来了 接着 来 启